见证一下今年的台湾大选 每一票都是团结台湾 政府的力量 赞翘飞 决定的权力使人决定不过 继续票都就温战 主宰国家 习近平叫他站着他不敢做事啊 国民党上来 就是一个换皮的民进党 有没有对大陆的年轻人想说的话 你们 我真的很抱歉 他讲得很好耶 嗨 皆さん 姑娘西瓜 市长带你看日本 大家好 我是市长刘洋 不过今天我们不是看日本了 市长现在就在台湾的总统府前面 也就是最近新闻上常常出现的 凯达格兰大道上 其实这一次来台湾的原因很简单 前段时间我在追一部台剧 叫人选之人造浪者 真的是太好看 太上头了 我问了我台湾的同事啊 他们说非常的写实 所以我就决定一定要来见证一下 今年的台湾大选 来过一把民主的瘾 不过讲实话 这种民主国家的大选呢 市长还是第一次经历 不是搞得特别明白 所以我就找了我们公司的帅哥 台湾同事汉克来帮我 来回 嗨 大家好 我是汉克 好 市长现在站在的地方就是 凯达格兰大道 OK 这就是每一个政党在选举造势的时候的一个激战区了吧 没错 是兵家必争之地 像我们今天参加的是民进党的造势晚会 然后12号是民众党 所以今天就是民进党 国民党没有抢到 对 国民党没有抢到 那他岂不是很倒霉 对 国民党现在今天可能是在南部台造势 我们看一看这个旗子上是什么东西啊 对 我们今天参加的就是赖清德的造势晚会 哦 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赖清德肖美琴 社长有参加过类似选举造势的活动吗 其实在日本应该有见到过 但是日本好像是间接选举 对 日本跟美国还有台湾的选举制度 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台湾的是直接选举 所以所有男女老少的票都是一样的价值 一人一票直接选总统 对 一人一票直接选总统 那这次我们参加民进党的造势 像赖清德就是二号 对 就在选举票上盖二号 然后一号先 今天这次是克文哲 三号是侯友宜 对 那蛮厉害 所以就直接会选到总统 所以说大家参与度就非常强 非常强 非常积极 那像社长以前在中国 有参加过类似选举的活动吗 我没有见过选票 那我回头给你看一下 好 汉克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台湾大选的流程 好 台湾大选一般分三个阶段 那一开始选前三到六个月 选举委员会会公布大选 登记的时间跟选举的日程 那所有的政党就会开始 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去登记 那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第二阶段就是 开始像我们这种造势活动 全台湾各个大大小小的乡镇 还有议员他们会出来 帮自己的政党跟候选人造势 造势之后就是 所有的政党会投放广告 贴所有广告看板 贴海报 电视台 能去造势的地方全去 没错 能去造势的 能去抢到场地的地方 所以像今天我们这种 海道上面的造势活动 应该是最后一环了吧 对 这里是最后一基 高潮的最高潮 就是在最后这几天 明白了 如果他们这个造势活动结束了以后 那就应该是去直接投票了吧 对 13号就是正式投票 我们今天是11号 其实倒数剩两天了 那我们第三阶段就是投票当天 就是今年的1月13号 社长我给你看一个东西 好 这什么东西 这是选举公报 第16任副总统选举公报 这次的三组候选人 都会寄到每一个公民的家里 然后还会有一个小单子 那个小单子比较多 那个私人的资讯 我就没有带上了 但是那个小单子 再去投票所 他就会换真正的选票给你看 那社长刚刚想问 选票长什么样子 在这里 选票 对上面是照片候选人以及姓名 然后还有谁谁 哪一个政党推荐 最上面这里在选票上面是空白的 旁边会有一个印章 那你就在你更可能候选人上面盖章 盖章后拿出来 这里有一个选举的过程的图 进去核对身份领到选票 到圈票处 盖上章之后出来 投进票轨之后完成投票 哦 这么回事 选举的流程 那个小屋子是什么样的氛围 就是安全密闭 让你不会有任何人影响你的投票决定 不能拍照吗 不能拍照 在里面其实非常严肃 因为其实会有一些像警务人员会在现场维持秩序 然后你也不能拉票 也不能进行选举的推广 也不能发这种旗子或者文宣的东西 就那一天就让大家安心来选 对安心来选 路上的广告看板也会都拆掉 你都不能有任何的广告影响投票人的决定 其实我们昨天去参加民众党的那个造势大会 那边就有那个柯文哲的柯P的棋子 还有中华民国的国旗 你看今天民进党就没有见到中华民国的国旗 是因为民进党他们比较支持 那外交部上面有一个 那我们晚一点一起来感受台湾的造势活动吧 好 近年来民进党在台湾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 看上去好像是一党独大 但是民主国家的一党独大和专制国家的一党独裁 有本质的区别 那你觉得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这种相对比较强势的党 它的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在专制的体制中是政党 一个政党会把所有的资源拿在手上 地方中央或者行政司司 他说了全算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 东南西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对 所有只有一个党可以讲 所有共产党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连中国的私企外企都会设党支部 去年听说说英国的汇丰银行居然成立了党支部 哇英国的银行在中国做生意还要成立党支部 对 台湾应该没有这种现象 不可能吧 台湾没有这种现象 那举个例子 2022年的时候 台湾进行了县市首长的地方选举 22个县市首长中民进党只拿下5个 反而是国民党党拿下了13个 OK 所以是有地方跟中央互相制衡的 那在全国的市议员中910席 国民党拿到了367席 民进党有277席 所以国民党在地方的议会中也是占优势 然后其实还有第二个区别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有反对党的存在才能有政党轮替 然后也会有在野跟行政上的互相制衡 那像社长之前在中国有反对党的存在吗 诶你不知道 其实中国有什么国民党啊 民革啊民建啊 九三学社啊 是 对但是这些都是花瓶 所以他们反对党有什么实质的权利吗 他们的权利就是拥护共产党的统治 这太扯了吧 对啊 所以是 这就是他们的党章 所以在野党是拥护执政党 他们负责拍手拍手 举手拍手 举手拍手党 所以也被称为拍手党 大叔你好 我是来自日本的YouTuber 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支持民进党的 你对国民党怎么看 我对国民党很黄感 因为国民党说话不算话 你最近有没有看马英九的采访 马英九 他是共产党的 好厉害 我知道 你知道他怎么讲吗 我知道 他讲一定要相信习近平 他说习近平晃屁 他就晃屁 大叔好厉害 大叔你今天多大了 真的谢谢你 对 如果在大陆的话 82岁很老很老了 大陆 他们生活很没那么好 他们生活不单纯 是独裁国家 我们台湾总统说叫你坐下 我说我不要坐下 我要蹲下 都可以的 习近平叫你坐下 你就坐下 我们是直接跪下 我是从日本来的YouTuber 所以你有对日本观众想说的话吗 日本国人吗 理念is 我来讲 我是若狼 若狼 输中翻评 日本我是很欣赏他们 也是很佩服他们 因为我是半个日本人 是吗 我站在我半个日本人 我一定是支持日本的 在怎么样日本 我都是说他好 所以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對呀 你好 我們是來自日本的Youtuber 可以 可以採訪你一下嗎 可以 你是從哪裡來 我是台北人 是台北人 對 不好意思可以問你今年多大了嗎 我31歲 我們從日本來的時候 日本的年輕人幾乎都不去投票的 為什麼 因為好像他們覺得 投票的事情交給老年人幹就好了 不是不是 對 所以你們台灣年輕人怎麼想 因為我們覺得這就是民主自由啊 就是你要為了你自己投票 不是為了別人 是為了自己 爭取 對 這什麼意思 頭髮壞去 頭髮壞去 可是現在太多年輕人支持柯文哲了 對 然後我們覺得選擇柯文哲的人都是頭髮壞去 你今天來參加造勢活動是支持民進黨 對 1 2 為什麼 3 因為我覺得這八年我過得很安逸 我想要延續下去 OK 有沒有想對我們日本的觀眾想說的話 台灣最自由了 謝謝 其實前段時間 我們已經去世的首相安倍首相 他有講過台灣有事就是 日本有事 你知道這個 我知道 台日友好 台日友好 因為我是中國大陸出生 我們都知道對岸是沒有民主選舉的 對 有沒有對大陸的年輕人想說的話 大陸年輕人 你們生錯地方了 我真的很抱歉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他講得很好 剛才我有採訪另外一個台灣的年輕人 他說你們要去爭取自由 我說你多大了 他說21歲 我說從你出生到現在你做了什麼樣的爭取活動 你說做了什麼 生的好 我就問 他回答得很好 他說生的好 對 OK 謝謝 讓我被你燒好香 非常感謝 謝謝你 謝謝 投課壞去 卡卡派去 我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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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最難的台灣 最心勇敢期待台灣 我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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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因為現場實在熱情滿滿 滿出了我們有些所接用的路群 所以後面的朋友 音響設備 若聽不清楚 沒有關係 我們一起用我們的聲音 把我們愛護台灣 自由的意志 把他喊出來 把他喊出來 讓全台灣 來給全世界聽到 那麼好 好 歡迎我們的 賴清德 秀美琴 是 2014 同學的意志 2014 全體意志 我也要拜託 現場的好朋友 收看電視器和網路 主播的好朋友 在幫我和美琴 拉一票 拉兩票 拉三票 每一票都是團結台灣進步的力量 你好 我們是來自日本的YouTube 可以採訪你一下嗎 可以啊可以啊 你是第一次參加這個大選造勢嗎 不是不是 不是第一次 之前就來過了 對 一年前跟八年前都來過 你好年輕耶 但是你八年前就參加過 對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要投票的時候 OK 你也知道我是從日本過來 日本的年輕人啊 都不太投票的 對 日本都是老人政治 年輕人都不投票 不行日本年輕人要投票 對 我正想讓你跟他們講一下 對 我們台灣人很喜歡去日本 我去東京三次 然後大阪一次 京都兩次 福東一次 日本的首相安倍晉三 他有講過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你有聽過沒有 我們其實很感謝日本這樣對台灣的發聲 這對台灣在國際上都非常有好 台日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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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但同時我是中國大陸出生 沒關係 沒關係 我想跟你講的是 在對岸是沒有選票的 你對大陸的年輕人想說什麼 歡迎你們來台灣 亂出祖國 然後來到台灣 這樣子 你也知道亂出祖國 亂出 不要去美國 美國太危險 來台灣就好了 金票一張就來台灣了 好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們 謝謝 社長我們現在參加完民進黨的造勢 你有沒有什麼感想想要說的 我感覺民進黨真的是兵強馬壯啊 15萬人 15萬人 可是 我明天就要回日本了 太可惜了 對所以接下來要把任務交給你 好沒問題 明天我會再來凱道 看民眾黨的現場 繼續幫我探班台灣的大選造勢 沒有問題 好吧 好 辛苦你啊 繼續加油 加油 大家好 今天是1月12號的選前之夜 是民眾黨最後一次的造勢活動 今天在凱道上非常非常多的人 社長現在應該已經到大阪了 我來代替他 開門 看一下現在民眾黨的招勢情況吧 你是為什麼要扮成這個樣子 因為柯P明天就是要去總統府上班啦 對不對 為什麼要選擇柯P 柯P喔 我跟你講 他常講的一點 不會貪污就贏了 青年執政是我們現在年輕人最需要的 再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對 比如說海外的人 或者是對岸的小粉紅說的 兩岸的問題交給我們 柯P老大就好了 我們是一介草民 我們只是希望他幫我們上班 然後青年執政 每天七點半上班 有沒有話想對海外的日本觀眾 還有就是其他國家在關心 這次大選的外國人有什麼話想說 愛してる 台字友好嘛 對不對 為什麼柯文哲是以這個小草為形象呢 因為小草他會從石縫裡面鑽出來 是 因為藍色綠色都是大石頭 好 所以他鑽出來以後 明天就變大草了 要為什麼要支持柯文哲 很簡單 國民黨 民進黨 我們通通給他機會過 尤其是民進黨 國會過半 總統又是他 做了八年 做出了什麼事情 沒有 沒有 除了柯文哲 我們還能相信誰 有沒有想要對對岸的小粉紅說的 相信台灣 柯文哲 會把兩邊的關係 處理得很好 我們相信他 也請對岸 相信他 而且 我太太是貴州人 對 我太太是大陸人 所以我一定相信柯文哲 因為現在全世界媒體都很關心 台灣的這次大選 有沒有想要對日本的觀眾 或者日本的媒體說的話 台字友好 I love Japan Japan love Taiwan 好 我愛日本 也希望日本 愛台灣 愛柯文哲 謝謝你們 謝謝 現在時間已經是8點47分 將近要9點了 現場的年輕人還是非常的多 然後剛剛我看現場直播 有非常多的網紅為柯P站台 柯P在年輕人族群裡面 有非常強的號召力 等一下如果我們有機會的話 到前面去看一下現場的狀況吧 我們現在被擠在警服門外面 就是連凱道都擠得上去 然後現在柯文哲上場了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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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ذonne 今天民眾黨選前之夜的肇事結束了 明天我們一起去投票所看開票結果吧 耶 今天已經是1月13號投票日當天了 我現在在我所住的選區的投票所 那在台灣有一千多個像這樣的地方 變成投票所給選民去投票 那早上我看新聞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已經去完成他的投票義務了 在台灣所有人 所有平民跟總統的選票 是等值的 然後投票呢要注意要帶上三件套是 投票通知單身份證跟印章 那等一下我要去履行我的投票義務了 好我已經完成我的投票任務了 剛剛裡面的流程 我大概在之前的選舉公報有講過 在裡面可以拿到三張選票 分別是總統 不分區立委跟分區立委 那總統票是粉紅色的 就是我們這次的三組候選人 分區立委就是黃色的 是我們各個地區各個政黨推出的分區立委 不分區立委是投政黨 在政黨票達到一定數量的時候 然後那個政黨提名的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可以進到立法院 接下來我們就等晚上的開票結果 去開票結果現場吧 好現在我們已經在投票之夜民進黨總部的開票現場 我在現場遇到小木哥 小木哥是第一次參加台灣競選的投票之夜嗎 對 什麼感覺 非常開心 因為我在大陸的時候是沒有過的 是 中華民族也只有台灣有 對 所以我特別的開心 那我們都知道小木哥在日本也有參選過 跟日本有什麼不一樣 台灣民族更加激情 更激情 人更多 人更多 對 那這幾天在台灣有什麼心得 在台灣的這幾天 每天都很感動 很感動 昨天我去了民進黨的總部 是 他們的國際部主任 對 中國事務主任 都被我採訪過 對 當然其他的黨 國民黨 民政黨 和親民黨 我都有採訪 對 我覺得最強的 還是民進黨 耶 美進黨贏台灣 多帥 對 現在民進黨 党目前面的人非常多 歡迎 後面也有很多外國媒體 關心這一次大選 台灣贏的美 550萬票 賴清德已經突破 550萬票了 柯文哲已經自行宣布敗選了 剛剛新聞最新消息 國民黨候選人侯永宜已經自行宣布敗選 所以賴清德547萬票 應該是確定當選 總統好 歡迎我們台灣隊長 蔡英文 未來總統 賴清德 未來副總統 蕭美琴 我要以總統的身分 恭喜賴清德副總統 順利高興 我要感謝全體台灣人民 我們再一次共同完成 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一場選擇 讓我們相信民主 相信台灣 相信人民 我們繼續走下去 聽下去 好不好 現在已經確定賴清德大選 創下台灣執政黨三連任的紀錄 戰地記者Hank把鏡頭交還給在大阪的社長 社長現在已經回到了大阪 昨天晚上我的同事Hank已經從現場給我直播了選舉的結果 上千萬台灣選民履行了自己神聖的職責 最終選擇了美德贏台灣 回顧這次去台灣的官選之旅可以說是感觸良多 雖然我也在同樣是民主國家的日本生活了十多年 但是如此近距離的感受這麼隆重的民主氛圍 平身還是第一次 在日本的街頭偶爾也能夠看到政黨的宣傳海報 選舉時也會有政客上機拉票 但是對比之下台灣明顯更加聲勢豪大 特別是當我站在造勢活動的現場 看著身邊這些和我有著同樣膚色 說著同樣語言的台灣人 為自己支持的政黨搖其那海事 對於中國出身的我來說 那一刻既是悲哀又感動 讓我悲哀的是中國有著十數億的人 這輩子連選票是什麼樣子都沒有見過 這輩子可能連接觸民主體制的機會都沒有 而另一方面讓我感動的是 海峽對岸的台灣卻可以將民主的價值 展現得如此淋漓盡致 無論這次獲勝的是誰 無論是賴清德 侯友宜還是柯文哲 那都是台灣民主的勝利 那都是台灣人民的選擇 那都是一票一票投出來的民心所向 我還記得月初的時候 民進黨發布了一個競選廣告 叫做《在路上》 視頻裡蔡英文開著車 載著賴清德走遍台灣的各個角落 最後蕭美琴現身 蔡英文以一句 你們一定會開的比我更好 以及遞交車鑰匙的動作 相稱著交棒傳承使命 視頻播出後短短幾天 就獲得超過千萬人次的點閱 視頻裡蕭美琴說了一句話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說出去一趟就會知道 台灣真的是走在世界很前面 確實是這樣 從全世界來看 台灣都算得上是民主體制的模範生 根據經濟學人在2022年發布的 全球民主指數 台灣在全球167個國家裡面 排名第10 蟬聯亞洲第一名 高過第16名的日本 第24名的韓國 第70名的新加坡 第88名的香港 當然還有第156名的中國 台灣也是全球僅有的 24個全面民主國家之一 而我們是全球唯一的全過程民主國家 不同意的請舉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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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毫不誇張地講 台灣就是華人世界中唯一的民主政體 是亞洲民主自由的燈塔 台灣在民主方面的成就 也有力地駁斥了華人基因不適合民主的論調 台灣對民主政治的理解 尊重和運用 已經不亚於世界上任何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 然而很巧合的是 就在民進黨發布這個《在路上》的視頻六天後 中共的官媒《人民日報》也刊登了一篇名為 《永遠在路上》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引領全面從嚴治黨 向縱深推進的文章 文中的第一句就強調 治國必先治黨 黨星才能過強 同樣是在路上 但顯然兩岸的路線是背道而驰的 民進黨在路上表達的是交班 要將權力交給年輕的一代 而中共的在路上則強調的是極權 是牢牢地把權力抓在自己的手裡 如果說台灣是在民主和平的道路上越走越寬 那麼中共就是下定決心 要把專制獨裁一條路走到黑 講到這裡社長不禁感嘆 同樣是華人社會 為什麼中國和台灣在政治上 卻走向了兩個極端 其實回看歷史 轉折點就發生在1989年到1990年 這不平凡的兩年裡 中國和台灣分別發生了八九學院和一百合學院 前者因為鄧小平下令暴力鎮壓 最終以失敗告終 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也就此了 而後者在和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談判後達成共識 對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終結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為後續的民主進程奠定了基礎 回過頭看這樣的歷史插路令人不勝唏噓 兩岸就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大家都知道民主是普世價值是基本人權 它不僅僅是選舉和投票 它更是一種價值觀 它強調自由平等和正義 台灣的朋友們特別是一些年輕人 你們可能從小就生活在這種民主社會裡 已經對這種民主氛圍習以為常 甚至可能還會產生一些厭倦和審美疲勞 但我想告訴你們的是 根據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 事實上全球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民主國家 還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威權體制下 他們無法享受民主帶來的自由和權利 他們生活在政治壓迫和權力泛濫的陰影之下 孟德斯丘曾經說過 在專制國家裡人的命運和牲畜一樣 就是本能、服從和懲罰 對於這些人來說 民主不僅是一種渴望 更是一種奢侈 所以社長希望台灣一定要守護住民主價值觀 守護住這來之不易的民主成果 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責 就像賴清德在視頻裡說的那樣 沒有和平和民主就不是台灣的了 這是很多人努力的結果 嗯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本期節目 歡迎訂閱點贊評論 我是社長劉陽 我們下期再見